先安装我们的一个电源 电源要对准孔才能安装得了 然后这个是启动开始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轻氧 轻氧的话它有这个管子 管子的话对准这个这里这个插口 这个插口安装 然后对准这上面的一个插口 轻氧这个的话是可以拿出来的 拿出来的话里面一定要用矿泉水 使用装到里面矿泉水 然后轻氧的话是在操作过程中呢 5到10分钟就可以把它关闭了 使用的一个时间 那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 探头 第一个探头 第一个探头的话是做一个 皮肤清洁 这个配合这三瓶 这三瓶的话 它有每一瓶都有不同的一个功效 第一瓶的话是针对我们皮肤清洁 然后镇定皮肤的 第二瓶的话 它是针对我们皮肤的一些 黑头啊粉刺啊进行清洁的 第三个的话是一个养分 补充皮肤的一个养分的 那怎么使用呢 它首先的话是我们的按平网 用力按下去 往右手一转 它就可以拿出来了 那这拿出来之后 它这里面呢就是安装我们的一些 针对的一个原液这一方面的 然后的话怎么安装进去呢 就是对整个口 然后呢按下去 然后往左手边 左手边的话就已经可以安装得了了 那在操作过程中的话 它这里上面有个按钮 按钮上面的话 这里有个数字123 还有一个清洋 这箭头的话 你使用哪一瓶呢 你把那个箭头对整这一个 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 或者第三瓶这样子去转 第三瓶这样子转 那还有一个的话 我们第一个探头呢 有一个微电流的 就是使用第三瓶的时候 使用第三瓶营养的时候呢 可以让顾客把这个手柄按着 然后操作结合第一个柄操作 过程中的话 它是会有微电 这样子的话皮肤感觉 水电的那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那还有我们第二个 第二个手柄哈 第二个手柄的话 它是一个皮肤针对提升的 这个柄的话 也是同样要结合这一个手柄 它的一个微电的话 是可以让皮肤在操作过程中 在操作过程中的话 皮肤有提升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有微电流的那种感觉出来 这样子结合一起使用 还有一个小细节的话 就是在放一切过什么手柄 手柄一定要这个按钮 按键的按键一定要往对外 不能对里面 不能这样子放 一定要这样子放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是开关 这个是时间 时间是默认30分钟 这是犀利的大小 小中大 然后这是微电的档位 它有十个档位 然后也可以从这里调 这里调 往左手边是减小 往右手边的话 是增到它的一个档位 而这个是微电的一个模式 然后这里呢 是我们一个清氧的开关 调好之后的话 这里是开始 开始键 开始键的时候 时间就已经跳动了 然后可以关掉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操作 清氧开关开始之后呢 你会发现清氧里面 它是有一个小气泡上升的 你看一下 小气泡上升 那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操作了 这个探头的话 按开关 那我们操作的话 是第一步 那第一步呢 是要做第一个探头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箭头 对准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 是属于皮肤清洁 拿好这个手笔 清洁的话是按开关 开关的时候呢 这一个手笔呢 它是有一个红色的灯亮着 你看就可以自己操作 对准备 这一般清洁那会不会很干净 那就是清洁 清洁完皮肤的话 我们就使用第二个 那操作第二瓶的时候的话 因为它是皮肤 针对黑头本次 那我们要换一个头 换一个金属头 它是可以装属一个 吸一个黑头的换一个 然后呢 把按钮按到第二个 第二个 那我们可以才可以进行操作 那一些粉刺多的地方 都帮它吸吸 做清水头的话 就可以帮它里面的一个 底部的粉刺这些 把它清除出来 清洁完皮肤的黑头跟粉刺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第三个 然后把这个头换下来 换下来 换下来的话 我们用第三个探头 我们刚刚讲到了 用第三个探头 会有这个手柄的话 是可以有微电的一种感觉 让顾客用手握的 然后用拇指的按在这里 用拇指按在这里 放手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进行 这样子结合一起的话 就有一个水电的感觉 水电感觉是可以让皮肤 更好的打开我们的 面部的筋膜 吸收我们第三品的一个营养 深层的一个吸收 改善皮肤的一些问题 打开了皮肤的通道的话 它皮肤吸收就会更快一点 这样子跟皮肤营养的更好吸收 那操作完之后呢 就用我们第二个手柄 进行皮肤的一个提升 把开关按了 然后进行我们操作 把模式调好 同样的开关 开关之后的话手柄呢 它会显示有红色的亮灯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第二个探头的话 它会皮肤提升的 它一定要配合我们这一个手柄 所以的话这样部份拿着 就不用 不用放下来了 这样子这两个进行同时操作 不过可以感觉到有一个灰电 然后呢皮肤的一个提升点 会非常的好 这样进行操作 这样子就能够放下来 然后它是完毕就完毕就可以了